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有沒有很想念我的購物樂影片呢? 這兩個星期我又燒到自己煩白色買了很多東西 全部都是很喜歡、很滿意 很想拉你們一起來開箱 所以廢話不多說了,我都很心急 現在立刻開箱 我猜你們看到封面應該會想 Hidy又買帽,有沒有人是這樣 對,我又買多了一頂 但先聽我說的故事,我真的覺得買得很好的 這個是Kango袋鼠標籤的牌子 我在香港、韓國看了很久很喜歡 一頂要六百多元,小童也要四百多 之後我就想著 不如在日本的時候再去看看會不會便宜一點 結果前幾天我在百德山街逛街的時候 看到他一戴在頭上,我很喜歡 而他上面和旁邊的弧形是很漂亮的 然後我看看價錢牌 都是寫著620元就什麼什麼放下它 我都是不捨得的 我朋友就問售貨員有沒有減價 他說有 是6折再8折,折完之後 297,300元有找 是不是不可能不買呢 我覺得去到日本也未必是這個價錢的 完全是沒有考慮的空間 麻煩我要了它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看了很久 你想想我在韓國11月的時候已經在看 到現在終於買到了 然後第二樣要分享的就是在HKTV Mall買的 台灣牌子叫Salon 這個我買了兩款的化妝棉 和一個單色眼影 小的可以放到一隻手指 大的可以放到三隻手指 它們很圓綿綿的 好像BB的臀部一樣 很舒服的 不是紮實的那種彈性 而是很軟的 它上面是沒有洞洞的 你會感覺到它是多麼滑 然後之後是多麼柔軟 是不是很棒呢 這個小的是我用來遮瑕膏 大的是用來拍開底妝 粉底很舒服 而且它可以拍得很快就很均勻 我自己的用法就是噴一些定妝噴霧在上面 然後拍開粉底的效果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記得大的這個是117元 有三個 然後連抹一個收納盒 然後小的這個 我沒有記錯是39元 有兩個 我放回價錢在這裡 還有 畫到寶酒 是這個單色眼影 畫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底色是粉橙色的 上面是有金色和紫色的閃粉 你會看到它是很閃 但不會說很浮誇的 這個是好像一些直陽的顏色 色號是606元 然後價錢是49元 就這樣用它再加一點啡色 散開眼線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上星期我在IG story買了它 很多朋友追問我用後感 這個就是我燒完朋友再燒自己買的一個粉底 是來自Chanel的 曾經我是Counter試過喜歡的 但不捨得 1100元 為什麼今次會買呢 我用的色號是B20 然後給大家看一滴 這一滴已經很貴 然後推開 是好像Skincare 那麼好推 你看到延展性很好 一滴已經是整隻手 已經有多了 然後你推好了 光澤 質感 皮膚看起來是很滑的感覺 真的知道為什麼它這麼貴 但仍然不是我買它的原因 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陪朋友去Chanel那裡看化妝品 我就告訴他這個粉底我用過是好用的 他就試上臉 很喜歡就買了 然後我們再見面 是隔了一個月左右 他的皮膚是我認識了它這麼多年 沒見過這麼好的 我忍不住問他 哇 你皮膚這麼漂亮用了什麼 這一陣子 然後他告訴我 是這個粉底 是一上去毛孔是很貼服 是完全不會一粒粒 是很滑的 那第二天我就自己忍不住買了 我燒完它之後再燒我自己 這一陣子我都覺得很搞笑 這個是貴的 但是它包上這支掃 也是Chanel的粉底掃 心會比較好過 我最近用完都覺得很開心 這個皮膚質感看起來是挺高級的 我還買了這個碎粉 都是很多人稱讚的 但是我不喜歡裡面的粉撲是白色 超髒的 我用了幾次而已 不過它那些粉是很細滑的 你看到推開了 是好像blur了 有一個filter的感覺 也不會說很泛白 暫時沒有太多的用後感 我用了兩三次而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遲些等我 上了粉底碎粉的皮膚 還有沒有照片 看不看得到一個分別 去到最後的戰利品 當然是它 Launch Homme的小網袋 這個去年已經很熱門 很多人買了 為什麼那時候我不燒 現在才買呢 就是顏色 去年很多人買 應該都是買白色 或者其他的顏色 我全部都不喜歡 白色是OK的 但是我又常常穿白色衣服 然後白色的帶子 應該背著背著會變黃 變灰 我還是覺得不是很想要 然後我最近去買媽媽的生日禮物 看到它這個顏色 這個尺寸都有貨的時候 完全不想 沒有考慮的情況下 就買了它 這個袋本身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沒有這條絲巾的 這個我另外加上去的 它只是一個網的 我看到有些人是單用 有些人是加了一個塵袋在裡面 之後我自己就覺得 不如加一條絲巾 我看到其他人這樣戴 都是很漂亮 可以自己去選不同的風格 總之隨心情可以換到裡面 是一個蠻敏感的設計 然後絲巾我也是就這樣綁了兩個列 在中間這些網上穿出來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是 絲巾你要是這樣向內屈一屈 不要向外這樣 就會保護裡面的東西 我裡面放了一個Cushion 手提電話 Cut Holder Portable 是一個這麼大的充電器 兩包紙巾 不要看它這麼小 兩包都不少東西的 肯定多過一包未開的紙巾 AirPod 有唇膏 有鎖匙 然後再有多一支唇膏 最後還有一個電話殼 用來墊底 如果沒有東西墊底的話 你放東西下去 你看到的 它這裡沾了出來 它會根據物品的形狀去改變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一個 平時多了的電話殼 打平 用來壓回 下面的位置 就好像放了一個墊底的一塊板 它會有一個形狀 看下去是整個餃子形 你會看到已經很漂亮 未放東西 然後再放其他東西 它都會跟著這個形狀 慢慢跌加上去 不會改變袋 的形狀 只會越來越漂亮 你看到這樣 已經是好似一個袋 而且有寬度 如果大家有這個袋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然後裡面的絲巾 不是買分同一個牌子 這個不是一些便宜的 我便不介紹 但是很多地方都有 便宜的 H&M也有 各大品牌 都有無數的絲巾 大家只要喜歡那個圖案 然後找回合自己的風格 就可以了 這個絲巾尺寸 我買45x45 它的蝴蝶會短一點 可愛一點 如果你想它有垂墜感 長一點的耳朵 可以買50x50 或者是55x55 都可以的 不要買到70 我就覺得太長了 這個我也帶過外出 它是不會跌任何的東西的 我看這條絲巾都頗實正的 它沒有鬆的 我打兩個裂 之後我側背長度也是剛剛好 這個顏色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條片的最尾 這個袋是750元 買回來襯衣服 它有放這麼多東西 是有驚訝它的容量 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總之一輪追告訴大家 我有多喜歡它 一買回來 立即成為新款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上個星期買了些什麼 我也知道我有不小心 自己燒了自己很多 但是可以的 有一些利是錢可以幫補一下 總之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這個開箱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片的話 希望你們不要讓我燒太多 我純粹分享而已 總之可以like這條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發布兩條片 逢星期六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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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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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